也有問題 買到三百多元一瓶 也有問題 所以我不會考慮 當有人提議過 我就花了時間去檢查 發現現時我們的科技是做不得好 但問題是 煉油的科技 這十年是進步得很快的 所以就算是Faxi Oil 或者是魚油 在50年前的提取也是有毒的 但現在已經好了很多 所以提子蕋油的科技 我剛才說完 可能下年或者半年後再改善 但以現時來說 買到這麼貴的油 我也不會用 因為長期用是有毒的 所以你家裡有提子蕋油 送給壽人去吃就可以了 暫時我所說 椰青油是最好的 很有趣 因為我對椰青油的研究 原因是誰想知道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你聽我活水 這套訊息 就是佐藥雞翠寶 其實就是 我在大洋五年前去研究 五年前 其實我們開始第二種 對一系統的時候 已經研究這件事 所以五年前 你聽說五年前 我是在講藥行風音 即是主日 不是在講醫療 其實那時候已經講了 但問題是 我最近研究 發現住棚節當中的主角 是一種樹 就是棕櫚樹 其實我們說的椰子 都是棕櫚樹群的一種 其實棕樹油 椰油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油 因為你會看到 以色列人類搭棚的 就是全都用棕櫚樹葉 但你知不知道 蒲葵樹 即這些棕櫚樹 它們有一種的種子 醫療癌已經證明了 你知道嗎? 我研究 發現原來 真是神所賜給我們的 棕櫚樹這些級數 原來它很多是解決 我們末世裡面很多的問題 由癌癌 食用 至到每一件事 所以當我研究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就變了 對這方面 從淑菱裡面 又研究 在住棚節裡面的意思 又研究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遲到我們 叫做葵樹子 我會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會跟大家去分享 葵樹子在中國裡面 所發現 它們能夠去 這種樓的效用 就驚得很可怕 並且用了它之後 就不會犯法 而用一個月的價錢 是多少呢? 誰想知道 一個月的容量 一個月就是二十元都不用 所以神創造 真的很奇妙 遲到我們會 完美食物慢慢會說 但首先讓你知道 椰油或者棕樹油 都是最好的油 因為提子核油 它不是MCT MCT才是最 在能量上最寶貴的 提子核油不是MCT 但是問題是 椰油 它八成都是MCT 所以椰油 它用椰青油 因為有時候我會用椰油 但你記住 總之是椰青油 我們看看圖十二 它的好效用是即時 你會覺得的 但有些效用 不即時覺得的 我會告訴你 即時覺得的 就是椰青油 如果你懂得用的時間 就是說 在旅行、運動、體力勞動、健身、體育 之前的四十五分鐘去吃 吃五克至十克 之後你發覺你很夠氣 你覺得自己是超人 你不是吃了毒品 你只是吃了油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身體馬上燃燒它 馬上燃燒它 而你的新陳代謝 已經在四十五分鐘不斷飆升 所以你已經等於一路熱身 所以是很厲害 而身體因為 減輕了對油的消化 它不需要再消化油 所以它就會開始燒你 腎旁邊 或者肝旁邊的脂肪 肝就會開始燃燒脂肪 因為它一用MCT 它用了油 它就會連鎖反應繼續燒其他油 就會燒了它那一疊 第三,就會解決了我們經常說 慣性疲勞的現象 更多人的慣性疲勞 那是跟你吃的油有關 因為它吃了進去 你很辛苦又消化它 而身體發現 消化完之後又消化不了 它又留在這裡 並且將酸性重複 又重複 所以就騙了你身體的能源 那種現象 爺油的好處多到 如果我要分享 是要用一篇訊息分享的 是主人 因為我們現在是主人 我們不是說油 所以我們只是在這裡 給你一點點知道 給你一點點知道 那個好處 記住它提神是比咖啡好 是的 是絕對比咖啡好 它的提神 那它有些好處 譬如它女兒 會幫助你的身體吸收鈣 使你的骨頭健康 它也會保護你的肝 去防止很多毒素 包括酒精的毒素 以及西藥的毒素 譬如發燒藥 或者打針的藥 毒素 它可以幫你的肝去防止它 它會增強你的免疫功能 並且它主要是你的心臟肌肉的主要能源 你的心臟是用這些MCT 記住MCT就是中短鏈的脂肪 基本上我們說的身體上的脂肪 是長鏈脂肪 很難去消化 我們很難用到它 而它也是可以增快你的新陳代謝 所以變成早上一用的時候 你整天都會精神很多 而並且它是會鞏固你的細胞膜 而並且因為它這麼容易消化 除了是給你的肝 給你的心臟去溶 其實它有多的話 它會運去給你的細胞 你的細胞立刻就可以把它燃燒 變成能量 而它們的穩定化學結構 因為它們不容易腐敗 不容易壞 所以變成在你的身體裡 它不會消耗你身體的抗氧化營養 因為有時候我們 這個就是Omega-3有一個問題 Omega-3其實是好的 因為你的腦裡需要Omega-3 Omega-3其實是會消耗很多抗氧化功能的 你的身體 所以吃Omega-3的人 一定要吃完 甚麼呢? 誰想知道 就是吃維他命E油 一定要吃完的 那你才會拿到Omega-3的好處 否則消化Omega-3會用了很多抗氧化功能 但是椰油卻沒有 所以你的肝很輕鬆 一用它的時候 你的肝就很輕鬆 所以它證明了 它不同的transfect 因為transfect是會誘發癌症 transfect是會雙血管壁 transfect是會在體內聚織 但是椰油三樣都沒有 椰油是不會誘發癌症 兼顧癌症 稍後會說 它不會雙血管壁 並且它不會留在身體內聚織 而這種解毒功能 它能夠對肝保護肝島的階段 甚至是腮弱的後遺症 它們會減到 而實驗證明一件事 就是原來你吃了MCT之後 原來你吃了MCT 即是椰青油這一類的油 或者棕櫚樹油 就會發覺提升你的身體 它會燃燒脂肪酸 但也是因為這個比率 你的身體就開始肯 留下多些Omega-3 在你的身體儲存 OK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提到 就是以前最早期 其實Omega-3 我們所說的 絕大部分Omega-3的好處 是人們先為了一隻狗吃椰油 才讓牠吃Omega-3 因為原來那些實驗顯示出來 如果牠不吃椰油 Omega-3是不會留在身體的 OK 所以變成了 其實有少許取巧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說 Omega-3好 Omega-3對腦好 對甚麼好 對食包好 對食包壁好 其實全部都是椰油加Omega-3 OK 所以有少許取巧 就是Omega-3早期的這些研究 但其實兩者都好 但Omega-3一定要加上維他命E 但是兩者都好 但全部能夠使得Omega-3真的發生功效 是一定要先吃了椰油 然後才可以使得Omega-3 留在身體的比率是高 而不會突然將它消化 是這樣的 而事實上 MCT是有抗病菌 保護長度的功效 以及吃椰油是排縮變的